孩子对男生另眼相看 这是百会呀 刊登在杂志上的 这可是爷爷特意给我买的 真好啊 这可是我心爱的宝物呀 这是什么 找到了幻影般的大青蛙 冰冰这是你干的坏事吧 不是冰冰呗是队长呗 要知道我们可是丛林探险队哦 报数一二三 世界上的大发现 快看 你们在做什么别跑 队长拿一起追过来咯 一模一样呗 真是的 小丸子 不要为他们生气了 就是 男生听做一些孩子才做的事情 哼 你能听歌 有几个女生过来了呗 这里可是我们探险队的基地 女生别过来 现在是打伞卫生的时候 要认真打伞啊 好 那里有一条石 抓到了 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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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 大家好 都已经打扫完了吗 老师 男生在玩 没有认真打扫 这可不行啊 这可不行啊 现在是打扫的时间 所以大家要一起做 是 跟老师打小报告真被比呗 就是因为这样 女生才这么讨厌的 明明是因为你们 男生不好好打扫啊 快去吧 这是什么 你快点还给我 这张照片可是我的宝物啊 宝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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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探险队今天终于发现 沉睡于丛林中多年的宝藏咯 太好了 快点还给我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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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我 好 嘿 有本事就追过来了 我的百慧小姐 什么 百慧的简包给抢走了 啊 那可是我们的宝贝照片 他们还说 是什么探险队在同龄里探险 找到的宝物 真是气死我了 什么 是被探险队抢走的吗 明天我一定要把它抢走 抢回来爷爷 嗯 拜托你了 丸子啊 第二天 宝射 一 二 三 全园都到齐了 很好 今天一天也要干净十度的探险咯 你们几个坏蛋 快点 把百慧的简包还给我 那种东西怎么会带在身上呢 既然是宝物 就当然要藏在探险队的秘密地点了呗 你们到底藏哪儿了 不可能的 女生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找得到的话你就去找啊 嘿嘿嘿 这里没有啊 有啦 哦 这里是他们男生所谓的基地 肯定是在这里 不会错的 小丸子 你快看 啊 居然是藏宝图 我回来啦 我出门啦 小丸子 要出门吗 四点开始有百回的电视节目啊 已经知道藏宝地点了 我会争取在节目开始前回来的 那边走 这个画的是什么呀 啊 我知道啦 也许最初这个就是读作怪兽炎的东西吧 应该是这样 肯定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就是向右走八步 再向左走八步的意思吧 最后应该是妖怪的树洞 妖怪的岩石 会在哪里呢 啊 那个 像不像怪兽啊 这么一说是有点像呢 啊哈哈 说是怪兽 我还以为是很大的石头呢 看起来也没什么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是这儿 妖怪树 小丸子 这个 找到了 真是太好了 小丸子 男生想出的隐藏地点真是简单的 就这样还叫秘密地点 真是笑死人了 回去吧 你们快来看这个 这里会不会结出山葡萄呀 我们去看看吧 节目已经开始了呀 丸子还没回来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不会有事的 哎呀 爷爷 她肯定马上就会回来的 喂 这里是鹰家 哎呀 碎波太太 是啊 小玉吗 小玉跟她妈妈约好 一块去买东西的 可是却没有回家 不会真遇到什么事了吧 就算平时做事很靠谱的人 一到这种时候 还是会很让人担心的 不在学校啊 啊 兵齐同学 小丸子和小玉还没回家 你们看见了吗 我们好像没看见呢 那就谢谢了 啊 那东西 早宝都不见了呗 他们两个一定是去抢宝屋了 探险队 现在就要去藏宝地 没有山葡萄呀 是啊 难道我们迷路了 怎么办呀 我已经跟我妈妈约好了的呢 天室也已经开始了 我的白灰 我就把它拿回来 小心一点啊 掉到哪里去了呢 你们几个在干什么呢 是兵齐他们 去了藏宝地一看 发现脚印是朝这个方向 就过来了 找到宝屋咯 太好了 宝屋多回来了呗 啊 你们等一下 你连这种地方都爬不上来嘛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你们把我的宝屋给藏起来了 我才会遇到这种事的 没办法呀 听好了 跟我一起向上爬哦 好厉害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啊 啊 你在做什么呢 真是没办法呀 一 一二 小丸子 没事吧 喂 星星从悬崖下面爬上来了 快跑啊 什么 要说我是星星 喂 别把我们扔在这啊 喂 好像不是往这边走吧 朝这边是朝紧了我们 探险队一直在这里探险 所以对这边丛林很了解啊 怎么了 哇 山葡萄原来在这里呀 谁都不要告诉我 没想到男生也是很靠谱的 小丸子有点刮目相看了 妈妈 让我去 丸子 肯定是被探险队抓住了 我要去救丸子 白灰 我等会儿会自己再去找找他们的 爷爷 小丸子 丸子 你没事吧 给 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白灰 小丸子觉得 我家的男人 永远都像个小孩子 小丸子的趣味汉字之旅 接下来我把汉字测验的试卷发下去 哎 看来真香 妈妈又要生气了 感觉还是有同学对汉字不怎么擅长啊 如果这么想的话就会觉得容易些了 比如说 用力拿重的东西 是重和力呀 原来如此 真有意思 云还在其中啊 汉字里 可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啊 比如说一个你们还没有学到的汉字 鸽子用汉字是这样写的 鸟的旁边是九字 因为鸽子会咕咕的叫 所以这个汉字就这么形成了 原来是这样啊 这样去呀 那么 今天的作业不是汉字练习 稍微换种方式 无论什么都可以 请同学们找找有趣的汉字 好吧 有趣的汉字呀 能不能找到呢 看上去比练习题有意思多了呢 这个煎饼真好吃 是吗 那就多吃点吧 哦 爷爷 难道这上面的字就读做煎饼 是不是啊 哦 是啊 原来是这样的汉字啊 好难呐 是有点难 哦 这个读做茶吧 稍微想想 很多东西都有汉字呢 嗯 大部分东西 这东西的名字都是有汉字的 这个橘子也有啊 是这样写的 爷爷 你居然会这么难的汉字 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么今天的作业 对我就易如反掌了 哦 真是有趣的汉字 想到什么吗 嗯 一下子什么也想不出来了 那么我们出去边散步 边找找怎么样啊 好啊好啊 就这样 小丸子 嗯 既然你们要出去 能不能顺便买点东西呢 好的呀 对了 那就把要买的东西 用汉字写吧 哎 用汉字 对对 就是这个汉字 还有洋葱 嗯 这个从字应该怎么写呢 词典词典 哦 这是什么 是油吗 哦 这个是酱油 真是好难的字呀 一般都是用评价名写的 接着是羊 这是什么 是洋葱啊 还有胡萝卜 我完全连读都不会读呀 你看 丸子啊 不愧是日本第一的富士山 确实给人一种山字的感觉呀 是啊 能想出汉字的人好厉害呀 啊 我见过那个汉字的 有一次我在进高米露的时候 曾经在招牌上看到过这个字 小丸子说的是 无福店的无字 先写口字 然后写个像楼梯一样的东西 哦哦 那个字啊 确实是先写口字 然后再写楼梯 嗯 仔细看看 这不像个人吗 有脸 还有脚 还举着手 是人啊 怎么看都像是个人 顺便一提 据说这个无字 原本就是按照人的样子 造出来的 哎呦 婴老先生 小丸子 哦 走走牧爷爷 你好 哦 有趣的汉字啊 这么说来 树木的名称里就有很多呢 哦 真的吗 你们知道 这个东青树 用汉字怎么写吗 是怎么写的来着 好像是木子吧 旁边有个东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你真的知道吗 当然知道 只是一下子没想起来 啊 怎么回事啊 其他季节的树木也有汉字嘛 是的 也有啊 那么 如果写春的话 嗯 是山茶花 真的是这样 是的 山茶花开的时候 人们就知道了 春天快要来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么夏呢 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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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子旁一不下 夏呢 夏呢 嗯 关于树的事情 什么都了解 过奖 过奖 好 好右眼啊 左左牧爷爷 果然好出色呀 左左牧爷爷 对汉字惊突熟悉 实在了不起 勇葬 心之排剧 这么一来 我就知道作业怎么写了 那真是太好了 回家有点晚了呢 对了 那我们分工吧 我去给家里买酱油 你就负责去蔬菜店吧 嗯 知道了 嘿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找到了 洋葱 写成南方的瓜 读出来就是南瓜呀 是啊 从南洋渡海过来的瓜 叫南瓜 因为以前 没有像这种东西呀 是这样啊 小姑娘 来买东西嘛 真是了不起啊 嘿嘿 作为奖励 送个柿子给你 真的吗 文秀 嗯 小山 我也是来买东西的 了不起吧 哎 哎 这样啊 那么你也送我一个柿子吧 不好意思 我这里就只剩这一个了 哎 哎 要不这样吧 现在我出一个谜题 谁能答对呢 我就把柿子给谁 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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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的瓜写成南瓜 那么西方的瓜 是什么蔬菜呢 哎 西方的瓜 呃 呃 呱呱呱 现在的季节没用哦 黄瓜 我知道了 是茄子 没遗憾 是西瓜 西瓜这不是蔬菜呀 西瓜也能算是蔬菜 西瓜皮也能当菜吃吗 这样啊 我不知道哎 咦 怎么一说啊 远足的时候不是不让带点心的吗 哎 是的呀 可算青桃好事了 下次远足的时候 我就把西瓜整个带去 哎 那这个世子就分你们各一半吧 欢迎光临 便宜卖便宜卖 哦 马交鱼 就是写成鱼和春字 说到马交鱼 就想到西金考了 那么照这么说的话 寿司店的杯子上 有鱼的汉字 哎 完全不会念的 你知道吗 墨子旁边一个春字读春啊 哎呦 不管什么树都好 鱼和像是什么呢 哎 哎 不像 哎 哎 说到夏天的鱼 就是鰻鱼吧 一定是这样 没错 哎 好像就是这样的 那么秋天的鱼 就是秋刀鱼哟 跟萝卜酱油一起吃的话 很好吃呢 那么冬天就是雪鱼了 做火锅的话 真的是超超好吃 遗憾 雪鱼是鱼子旁一个雪字呦 哦 是这样吗 啊 雪冬的话 是这个 班纪 顺便提议一下 夏是湿鱼的孩子 又湿鱼 秋的话是杜芙鱼 看来鱼和树木一样呢 也有春夏秋冬 不同的种类之分呢 是的呀 小姑娘 很热衷于学习啊 那么今天来买什么呢 哦 看上去是鱼子旁 一个青字 哦 那是青花鱼 青花鱼 我决定要买这个名虾了 我今晚哭出去了 要吃炸虾 真好啊 再见 丸子 该买的东西都买好了吗 那么我们回家吧 啊 你要吃炸虾吗 怎么看都不可能把青花鱼 看成名虾吧 因为小山她说 再说了青瓜也没买 对不起 第二天 好的 木字旁和鱼字旁 配合春夏秋冬 都能够组合成有趣的汉字 那么接下来 请小山同学来说一下吧 你知道西瓜是可以写成汉字的 哦 那么请你写写看吧 好 就是这个 嗯 这个可不是瓜 这个字是长 但是 我还记得西瓜是蔬菜哦 可以不算进远足的点心里 要记住虽然有点难 但是记住之后 小丸子也想告诉其他人 真是的 三级不中出去就没办法了 因为我没有打过棒球 但是大野和珊珊很厉害呢 那么他们两人比赛的话 到底是谁赢呢 下一集一套小丸子讲的是 大野和珊珊的对决 敬请期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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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